開電動車的車主要留意 不只怕冷也怕熱 有不少車主就發現 夏天到了 充電速度好像變慢了 研究也顯示 氣溫達到三十八度 電動車的續航里程 會大減百分之三十以上 舉起充電槍 替寶貝愛車充電 幾十分鐘過去了 還沒充飽 不少車主就發現 最近這幾天充電時間 似乎要比平常還要久一些 電動車不只怕冷也怕熱 炎炎夏日連日高溫狂飆 可能導致這個充電效率降低 還可能增加電流耗損 電動車電池運作最佳溫度 大約落在二十五到三十度 只要氣溫太低或太高 都會影響充電效率 而夏天冷氣開得強 耗電也就跟著變大 我平常充電時間大概四十分鐘 那其實不管我冷氣開多強的話 我覺得右腳反而比較會影響 那你的冷氣溫度我覺得還好 實際詢問車主感受還不明顯 畢竟臺灣最熱的時節還沒到 事實上美國先前就有研究顯示 如果氣溫達到攝氏三十八度 部分電動車的續航力 就會大減百分之三十一 雖然寒冬續航里程的損失更明顯 但臺灣平地幾乎不會有零度以下 極低溫 因此夏天就成了影響關鍵 破三十度以上雖然沒有像冬天的影響那麼劇烈 但是它多多少少還是會影響到 包含你使用冷氣啊 很多電動車都是採用大面積的 全景的玻璃的填床 所以很容易會讓車內的那個溫度升溫 那它的空調系統就要額外去耗費電量 天氣熱電動車續航力大打折扣 極端溫度也考驗車主購買信心 這主持夜總臺北聳報